1912年,清朝的覆灭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一个崭新时代的开始,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,不仅终结了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地质,也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新篇章。 自此,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开始了一段跨越世纪的历史大剧,一幕接着一幕,无数人的命运交织成了这个国家壮丽多彩的历史画卷。 洞见历史人物,品息世间百态,欢迎订阅一关历史。 以孙中山、袁世凯的政治纷争、北洋军阀的混战、蒋介石的统治为例,这些都是我国近代历史的重要事件。 他们的影响深远,至今仍能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找到痕迹。 然而,这些历史事件,尽管在我们的历史书上占据了重要的篇幅,但对于那些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些事件的人来说,却可能显得有些遥不可及。 这就是历史的奇妙之处,它既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,却又似乎难以触及。 然而,对于那些经历过抗日战争的人来说,这段历史却是如此的真实和鲜活。 他们亲身经历过战争的残酷,亲眼见过同胞的死亡,他们为我国的独立和尊严而战,他们的记忆和经历。 是我们理解这段历史的重要依据,他们的存在,让我们知道,历史并非尘封的书籍,而是一个个真实的生命历程。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,我们常常提及的年龄划分是80后、90后,最多再延伸到70后。 仿佛这些年代的人群就是我们的全部,而老一辈的人们就止步于此。 然而,如果我们深入了解,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。 在2022年的人口统计中,我国竟然有500位高龄老人,他们的人生经历可谓是丰富多彩,他们亲历了清朝末年,民国时期,甚至目睹了新中国的诞生和崛起。 这些高龄老人中,有的人出生在清朝末年,他们亲身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,他们目睹了清朝的衰落,民国的动荡,日军的侵华,国共的内战,新中国的成立。 他们的人生充满了曲折和变化,他们的经历是我们无法想象的,他们的勇气和坚韧是我们无法比拟的。 民国时期,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,这个时期的社会变革对我国的影响深远,而这500位高龄老人,他们就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。 他们见证了我国从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变,他们见证了我国人民从愚昧无知到觉醒反抗的过程,他们见证了我国从弱小到强大的转变。 这些老人必然经历了数不尽的艰辛,他们历经饥饿,为国而战,甚至经历了国家的沦陷与绝望,然而,他们坚韧不拔,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今天,这是一次历史的跋涉,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生命奇迹。 相对于现代人的种种抱怨和不满,这些老人无疑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,他们曾经亲历国家的危难。 见证祖国的崛起,对于国家和生活充满感慨,他们曾是老一辈人手中的老人机、用户,而现在的年轻一代却嫌弃智能手机不够先进,时代的变迁让他们感到无法适应,但也让他们看到了祖国的未来,充满信心。 人类在寿命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是显而易见的,古代社会的平均寿命仅为50岁左右,而如今,60岁、70岁、甚至110岁的人越来越多,这不仅反映出现代社会优越的保障体系,也意味着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。 寿命延长的可能性也在不断增加。 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,人们能够更好地预防和治疗疾病,这是人类寿命延长的主要原因之一,例如,疫苗的发明和普及使得许多传染病得到了有效控制,大大降低了人们的死亡率。 同时,现代医学的发展也使得人们能够更好地治疗一些慢性疾病,如糖尿病、高血压等,这些疾病在过去常常会导致人们的寿命缩短。 现代社会的优越保障体系也是人类寿命延长的原因之一,例如,现代社会有较为完善的医疗保险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,能够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生活保障和医疗服务。 此外,现代社会也注重健康教育和疾病预防,鼓励人们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,如均衡饮食、适量运动等,这些都有助于人们的寿命延长。 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也是寿命延长的原因之一,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,使得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,人们能够享受到更好的医疗、教育、住房等资源,这些都有助于人们的身体健康和寿命延长。 有科学家认为,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,人类距离战胜死亡的步伐正在迈出。 或许未来的世界会充满各种科技奇迹,让人们的寿命延长到难以想象的程度,这也让人不禁思考,未来的人们是否能够看到数百年后的历史? 是否会有人记得这些在2022年诞生的老人,是否会有新的感慨和故事传承下去? 无论如何,历史在不断变迁,岁月在流转,每一代人都在见证着历史的变化。 未来也将继续,这五百位老人,是历史的见证者,也是时代的见证者。 他们的存在,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,期待未来的可能性,历史的长河中。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注脚,留下属于自己的故事,继续书写着这个国家的壮丽史诗。 清朝的初期,国家政治稳重,经济逐渐复苏,社会风气积极向上。 然而,在清朝中后期,由于政治腐败,对外战争屡屡失利,以及民间反抗不断,国家逐渐走向衰落。 尽管在道光、咸丰、同志、光绪四朝皇帝的努力下,进行了一系列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改革,但最终未能挽回清朝灭亡的命运。 在文化方面,清朝对儒家文化进行了发扬光大,提倡成诸礼学。 重视科举制度,选拔人才,同时,清朝也包容和吸收了外来文化,如西方的科学技术、艺术等,使得清朝的文化呈现出多样性和包容性。 此外,清朝还出现了许多筷制人口的文学作品,如《红楼梦》、《西游记》等,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 在民间风俗方面,清朝继承了历朝历代的传统文化,如春节、中秋节、端午节等传统节日,以及婚丧嫁娶、庙会等民俗活动。 同时,清朝还涌现出了许多地方特色的民间艺术,如四川的川剧、江南的平潭等,丰富了民间文化生活。 清朝的服饰以长袍马挂为主,男子穿长袍,女子穿马挂,颜色以素雅为主,体现了清朝人对简约美的追求。 此外,清朝的服饰还注重等级差别,各种服饰的图案、材质、颜色都有严格的规定,以彰显身份地位。 清朝时期,社会等级制度严格,不同阶层人士的穿着也因此有所不同。 皇室贵族的服饰华丽繁复,多用金线、珠宝等装饰,彰显其高贵地位。 而平民百姓的服饰则以食用为主,简单朴素,这种服饰差异反映了清朝社会等级分明的特点。 清朝的饮食文化丰富多样,各地都有独特的饮食特色,宫廷御膳以精致丰富著称。 民间饮食则以地方特色为主,如北京的烤鸭,四川的麻辣火锅,广东的早茶等,都是清朝时期就已经形成的美食。 清朝是一个十分注重传统文化的朝代,各种节日庆典活动丰富多彩。 春节是其中最重要的节日,人们会举行一系列的庆祝活动,如贴春联、放鞭炮、拜年、包饺子等,以期祈求新的一年平安顺利。 中秋节则是家人团聚的日子,赏乐、吃月饼是必备的活动。 此外,还有清明、端午、重阳等节日,各有各的特色和庆祝方式。 清朝是中国戏曲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,各种地方戏曲,如京剧、玉剧、川剧等都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,戏曲成为了人们重要的娱乐方式。 同时也是清朝社会风貌的重要表现。 除了戏曲艺术,清朝的民间娱乐活动也相当丰富,如斗蟋蟀、促居、放风筝、赏花等等,都是人们喜欢的娱乐方式。 这些活动既锻炼了身体,也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。 谢谢大家! 感谢观看